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从高中你就分了文理科 搞得学理科的人没有人文精神 连《红楼梦》都没听说过的都有 然后学文科的人完全没有任何科学思维 没有基本科学素质 这就对中华民族堪忧 培养出来的这都是瘸腿的人 就像赵本山讲话都跑骗了 然后就引起教育部也很重视 但是这个调查我觉得挺有意思 基本上一开始像全社会调查 民意调查 说你赞同不赞同文理科高中分科 不赞同的 那么占了稍微多数一点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一轮调查完了 最近又有一个调查 所有在校的高中生 说你们怎么看 这在校高中生 稍微大多数的喜欢分科 那学生会对典型的说 你要真的说不分科 那你就应该改高考 你现在你要是给我们再不分科 我们得学九门课 我们得学几门课 本来压力课业负担就这么大 你在不分科让我们学 学把我们压死 你说这东西挺有意思 但其实这有个世界潮流的 就不分科 分科是一个过去的 是20世纪初的一个遗产 其实到20世纪初 后半很多国家 都已经在走文理不分科 就因为大家都开始发觉到 你比如说像现在 很多念文科出来的人 他根本是理科盲 理科盲首先表现在什么地方 连电脑都不用好 对不对 就连这个基本的资讯科技 也没用好 然后很多问题上面 他也得不到一个整个大脑 缠了半边那种感觉 常有 而且未来大家都相信 搞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 知识竞争 要越是通财的话 就越容易适应 所以这里面就开始有个转变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人家不只是文理不分科 现在大学都不分科了 比如说最明显就欧盟 欧盟它有一个大学合作协定 叫做波隆纳协议 这个波隆纳就是意大利那个大学 汪辉现在好像就在那做研究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 大家聚在那开会 开了一个会 现在决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全欧洲以后 全部大学本科变三年 硕士三年 博士三年 然后这个大学这三年 干什么呢 就不分系了 那叫什么呢 它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 就有点像美国你知道 美国是这样的 像法学院 医学院 教育学院都不是本科的 都是你要先念了本科 才去念这个专业 它的假设就是任何一个人 从事某种专业之前 先要有个比较广博的知识基础 那么欧洲现在做法 就以后所有大学就变一个基础教育 因为它高中基础教育已经完成了嘛 对 所以它就再往上推 以后人人念大学 人人念大学 大学就变基础教育 到了硕士再去分科 到了硕士才来分 它是有这么样的想法 那可以更生 就更生 所以而且这个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你的学生就是将来的适应能力强 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我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这种制度是20世纪早期呢 因为以前的工作的情况是这样 比如说你一个人大学毕业出来 你多半就干回你原来读的那个有关的科目 那一行对不对 然后干一干进去 说不定你一辈子不转行了 甚至一辈子就在同一个单位 一个公司里都干事了 但是现在不 现在很多人都是一辈子 他不止转公司 转行都转过三四次 没错 那你这时候你需要的整个知识基础就不一样了 香港呢 现在就是同样的选择 因为香港的原来大学是三年的 那么到2012年呢就要改成四年 就跟美国了 就跟大陆跟香港一样 那么这个三改四呢 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选择 从我们自己系的 从我们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呢就有一句中国老话 叫行百里则半九十嘛 就我们觉得呢 就是他们读了三年呢 其实他们懂的东西很多 如果再多读一年呢 这就不是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也许就增加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 就是你想第一年是猛叉叉的嘛 这搞不清楚什么东西都不休克 第二年进入状态了 第三年马上要考虑毕业了 要找工作了 对不对 那这个所以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说他有第四年的话 那这个他第三年就可以非常认真的 全力在读书 到第四年才考虑找工作的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原来的设想 但是现在呢 香港的这个UGC系统啊 就大学资助委员会 八家大学呢 他是参照了欧洲的这个概念 他现在要求的这个改革是怎么做呢 换句话说 他要三改四啊 他这个多下多出一年啊 不是加在第四年 而是加在第一年 就普通 就打通的 就是第一年是什么 就是等于是 进来的学生以后呢 都修一些 共同课 很基本的课 比方说世界历史啊 逻辑啊 什么critical thinking啊 什么香港studies啊 香港研究啊 什么什么 就是说人人都要修的那些课 然后到了第二年级以后呢 才他们选 你是读历史啊 你是读哲学啊 你是读文学啊什么 那我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算了一算啊 我们不是三改四 我们是三改二点五 我们的专业课反而缩小 被压缩 反而被压缩了 那么这个呢 是从概念上来讲 是很好的 我相信他们也都有一定的 研究的理据 他们也是香港的教育制度 很多英国的顾问在策划 但是我有一个怀疑 尤其在香港的情况下 要怀疑 怀疑是什么呢 你看欧洲的设计是333啊 他是假 能出来 能上张电脑设计一个图就行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的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基础训练 而且还带有一定的职业 专业训练的话 那全盘照搬线在欧洲的这种 大学的叫 common experience 这么一种教育 是否可行呢 I have doubt 对 但是我觉得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于就是 我们今天呢 整个学 就一百年来啊 有一个现象 就学位一直在贬值 对对对 学生的成熟能力呢 也下降 其实知识上 比如说你 我们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现在的高中生啊 就像以前的初中生 甚至小学生 就回想几十年前的高中生 那就是知青啊 对不对 跟现在很不一样 那现在的大学生呢 你就觉得还不如以前的高中生 所以呢 现在大家都要求 就是一个人最好还要读完硕士出来 你才觉得他 硕士基本等于本科生 对 就等于以前本科生 那么用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其实讲回文理分科这个事情啊 我在想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向来啊 很强调专业化训练 我刚刚开始就是回到香港 接触到大陆的讯息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刺激是什么 就我发现跟很多人谈 你本科学什么的时候 大陆的讲法是专业是什么 对不对 就你的major在大陆叫专业 就是我们很强调专业训练 就你进了大学 就开始接受一个专业训练 然后为了要准备那个专业训练 我们提前在中学阶段 把你开始分门别类 文科理科甚至更复杂的细分 开始分出来 那是为了准备个专业道路 但是问题是我刚刚就讲 我们真的不知道将来 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会干什么了 对 而且呢 就是现在不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巨人们 开始忧虑吗 说是 咱们的这个孩子 将来在大学里 怎么能帮助产生所谓大师型的人才 过去说什么学贯中西 学贯文理 往往一个科学家也很有这个人文修养 甚至有人怀念达芬奇 说他以后还能有达芬奇这样的人吗 还能有什么美国总统什么托马斯 什么杰弗逊那样的人吗 科学家 政治家 好家伙文学家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这样的人 那是在人类发展的某一个特定阶段 对 以后不会有的 但是我倒真觉得他们说这个美国 我听那美国朋友聊天啊 我是不知道 给我一种神话般的印象 我觉得那可真是跟中国呀 从头理念上就完全不一样 你比如他讲什么呢 说 他的中学啊 什么文理科啊 大概他们叫什么 从一年级到十年级 比如说小学几年 再相当于咱们初中几年 高中几年 我问他们 我说你们相当于我们高中的这个 学什么 大部分中学是部分科的 对 他就说啊 比如说学数学 学语文 学历史 然后还学一门叫科学 对 我说这科学是怎么叫 science 是吧 science 对 科学什么呢 到后来他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说 相当于比如说高中一年级啊 你学化学 高中二年级呢 学物理 高中三年级呢 又学什么 我说你这物理学一年就完了 第二年就不学物理 那是啊 然后再可能到了十年级 你还可以有一个选择 比如你选择侧重语 学什么 为什么我很理解 中国的有些高中生 他们的那种感觉说 你要说文理不分科 那你现在得改高考 因为 就是我翻了翻资料啊 人家美国的所谓的高考啊 现在我才明白 sat 就是数学语文嘛 是 然后呢 更加重视的是 你有没有做义工啊 你在假期 有没有做义工啊 后来我就觉得 真是不同理念 诞生不同的人才 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学生 想去美国留学 照美国人看起来 就是你们怎么学 学生老爱写一些 我得过什么奖啊 我在什么什么比赛当中 得过什么大奖啊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就是人家美国那个大学 到后来我明白是什么呢 人家更多的是想了解你 不是说先划定一个标准 你在奥林匹克数学赛得了第几名 人家更 比如说我有一个问题 我还问我这美国朋友呢 我说 比如说他让你写一篇作文 比如美国的大学 让你写一篇作文 我说那你这作文让你回家写 我要找我爸 找一个写作文写的好的 寄你写呢 那么写的好吗 他这听着觉得很难理解 他说人家呀 不是说看你这个作文写的好不好 人家是想看看你这个人呢 对这个事你有什么想法 甚至于他说 有的美国学生 就是分析我自己的优缺点 我的理想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的性格有什么什么 人家好像更多的是想了解你 不是划定一个标准 看你这题目答的怎么样 标准也是有 SAT就是个标准 然后中学的成绩也很重要 这是其中的标准 它是几个综合起来看 所以我后来就明白了 我就跟这个他们讲 我说像我这样的 美国大学不能要的 为什么 我最后发现呢 他们这个筛子 选出来的是什么人呢 积极有为的人 积极的人 你明白吗 去做义工 敢想 敢干 去对很多事情 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碰到问题 自己查资料 我说像我这样的 我不做义工 我在家里待着 你让我想什么 我也没想什么 对吧 你不问我 我想什么 那么好像你看 这个消极的 懒惰的 不爱动脑子的 这样的人 会被晒出去 所以你看最后 他美国的这个发展呢 似乎就是积极的 有为的 意想天开的 喜欢有主见的 那都是后来 那都是研究生以上才发展 大学程度啊 我们中国人讲的懒的 到美国都算勤快的了 是吗 所以人家活得舒服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这也是可懒 你看我不是妖魔美国 我对美国这个有点神话话 是不是 对 因为你们 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情况啊 是这样的 你到了名牌大学 顶端大学 或者是从某一级大学 他的学生 来的人各个成绩都差不多了 SAT一定要过关的 你不能说你是个性格巨星 但SAT考零分了 对对对 然后你学业成绩很重要 学校中学老师写的推荐性很重要 推荐性很重要 特别重要 然后呢 等到了这时候大家都差不多 其实你说报哈佛那些学生啊 你有勇气 有敢去报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不会差太远 这时候就来看了 你中学干过什么义工啊 你说你在你家隔壁 帮忙残草 那这可以 你要说你跑到非洲去当护士 加十分 马上加十分 人中龙凤了 他是这样看 你懂吗 所以成绩还是要照看 但是我觉得对中国的启示在哪呢 就是这个讲回文理分科 我觉得中学是可以不文理分科 但是要改变整个教学的内容 跟评估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按照 现在中国这种物理化学生物 全分门别类这么教 你还要文理不分科 不就把学生都压死了吗 然后还有考试 就像你刚才讲的高中生 那肯定完蛋 你一定要整个内容要重新统整 就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呢 现在喜欢把历史地理结合起来 叫社会科学 然后物理化学呢 是可以结合起来 生物化加起来 叫做一个自然科学 然后数学这种数学逻辑加起来一门 现在很多国家是流行这么来做 为什么你说美国科技水平挺高的吧 为什么很多中国的家长 他们移民美国以后 到自己的孩子去跟着上美国那个中学 家长都不满意 说这个孩子学的太简单了 太强了吧 你这个很懒惰的人跑到美国 人家觉得你很勤奋 对啊 他们的概念呢 是大学以前呢 是玩的 就小学中学啊 他的基本的理念就是说 你身体发育健康 性格健康 知道为人 助人为乐 做好事上教堂 都有朋友嘛 有点基础尝试 有朋友嘛 不会做功课 手上打击打出老姐 那爸爸还夸他呢 所以长得挺好的 长得挺结实的 对对对 后来果然读了明派大学 他们的意思是说 到了大学以后 慢慢让他发展 他大学还是分专业 开始不分 后来慢慢分 我觉得中国现在 不能一下子学欧洲这种 我觉得中国还是 美国的这种 他们基础很厚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还是我刚才的想法 中国大部分的人 还是毕大学毕业以后呢 就找工作的 还是只有少部分人 在读硕士博士的 等到有一天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 有一半都要准备 读硕士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时候 大学可以真的通事了 香港也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香港这个 将来我对这个 就有疑惑 因为香港人很多 很早就在想 找工作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是 中国的概念是什么 中国是 不要说在起跑线上 上次那个周立波 开玩笑 他说中国人 神经病啊 他说都把 小孩喝奶 吃奶粉的时候 就说不要起跑班上 你以为人生 是百米短跑吗 他说你 那得开玩笑 他说你小学 考了这个第一第二名的 长大干什么 都在门口推票啊 你还真还真的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摧残 这个中国孩子的 一代人的心理 所以最近我 这不是前不久 我看广东省啊 通过一个 就是人大法 通过一个 未成年人保护法 里头有一条 我很支持 而且我已经呼吁多年了 就是说 他这条就是说 除了青少年人 坐什么车呀 扎年代之类的 关键有一条 就是不能公布 他考试的这个分数 和排的这个名次 我觉得 中国终于开始 想这个问题了 这个香港的小学 都有排名 所以作为家长 都在关心 你在班上排第几名啊 对啊 你是第五名 第三名 你是第十名 后来你看像 女拔萃这些学校 他本来不排名了 他就大概告诉你 你大概的一个水平 但他不跟你排的 那么细 不过你刚才讲的 有一点 我印象很深 就是我女儿 也考大学嘛 也写作文嘛 那我也提出过 像你这样类似的问题 对 那这个作文 会不会有人找人写 他就非常serious 跟我讲 那七零 他说 他就一个本能 高松生 他有一个基本competence 那怎么可以呢 就是说他要非常难的 写一篇这个东西 去申请学校 但他绝对不能想到 这件事情是 可以叫人做的 就是说他们形成 这么一个风气 他不是有点二百五吗 但是整个社会风气 这就是这个活力 你比如说像很多大学里面的考试 香港也有啊 这种大学里面的考试 open book 或者说带回家考 今天发考卷给你 三天后带回来 那从我们中国讲 这不就完了吗 对啊 这老婆姐嘛 对啊 但是他们常这么干 我发现真是很难理解 所以有时候太聪明了 你到美国进关的时候 什么什么 你有犯罪记录吗 我说没有 你是共产党员吗 对 我说没有就没有 我说不用赞名吧 对啊 你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文道 讲推荐信 我说美国那个看 还看老师推荐信 我就不明白 我们这个推荐信 老师不都是歌功颂德 他们的推荐信非常重要 很多学生啊 很早就在物色 谁能帮他写推荐信 他很早就这个老师欣赏他 他就早早地建立了关系 因为老师的推荐信 真的可能写成各种各样的 对他非常重要 中国还不好办吗 中国通常是连老师都偷懒 你你你个稿 我帮你签名 我就这样啊 那个实习生让我写推荐信 我还写两句 我算了 你自个儿吹 吹完了我签名 又被他教说 我都认识的朋友 他一个朋友的女儿 要写推荐信 写完了以后 跟他打个电话 写完了以后 把他签名吧 他那女儿签了就交了吧 交了以后呢 人家要第二份 寄回到他这里来了 我这个朋友说 惨了 他帮我签的名啊 不像我的签名 我得模仿 他的签名来签我的名 你明白没意思 所以你看这制度会坏 就是说美国那个做法是这样的 因为他这个老师啊 为什么我愿意 就是按真话来写 比较认真的写 所以我不只推荐你一个学生 我将来可能还要推荐别的学生 要是我每个都胡来的话 我以后的推荐就没用了 那就是我的信誉上师啊 哦 对不对 那他敢说这学生不好吗 他有的老师就会直接跟你讲 你找我不适合 至少他写的时候 他也会不会用到最高 不会说你将来会变大师这样 对不对 你会比较 求是你说好话 也有各种不同的分顺的嘛 所以他们要考虑的就是 因为写推荐信 是我的信誉压上去 他整个制度就建立在 每个人都很重视自己的信誉 这个很难就出现在 中学老师的身上 我们啊 你比方说大家都是圈子里 大学的时候 那我们都知道 我的信是最后文道要看的 那我在当中措辞我讲究 他的推荐信是 他你像一个一个高中的 要普林斯顿看 根本不认识他 对 他还要这么认真的自争剧 对 所以250也有250 对美国人就是天真 这美国人太天真了 所以我们中国一定赢他 接下来我离播出 走向2010 他没关系 他对美国人太天真是 我去看